很多人不知道,其实香油自己在家就能做,而且还超级简单,自己做得纯正无添加,健康放心还不贵,一起看看两斤芝麻到底能出多少香油吧。 碗中倒入1000克黑白芝麻,加入我家的清水浸泡两个小时,泡好后捞出控干水分,全部倒入锅中,用大火炒干表面的水分,转小火继续翻炒,炒至金黄色像这样一捏能碎。 炒好的芝麻倒入绞肉机里,也可以用破壁机,打成细腻的芝麻糊,把芝麻糊倒入锅中,加入滚烫的开水。 芝麻糊和水的比例是1比0.85,分三次倒入,一边冲一边搅拌,这样可以让油从芝麻糊中分离出来。 芝麻糊遇到热水就会变得越来越浓稠,水完全倒入后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油已经漂浮起来了。 继续搅拌,一个红心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就能开心好几天。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红心吧,辛苦您了。 现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表面浮出的油,用勺子在芝麻糊上轻轻地按压,可以加快香油浮出。 这一步在传统工艺中叫做蹲油,感觉香油明显变多了。 用勺子把油盛出来,过滤一下。 装入无水无油的玻璃瓶中,传统工艺的芝麻油是没有经过高温压榨的。 自己做的纯正浓香,保存起来你也试试吧。